在无锡又微才主教周德仁,此人一生救济了很多困难人家,人如其名,德才兼备,人亦为本,他膝下本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仗着自己家大业大, 整日花天酒地,花钱如流水,小儿子则跟他截然相反,他以父亲为榜样,每日跟在父亲身边虚心学习,颇有周德仁年轻时候的样子,不过小儿子并不是周德仁亲生,而是早年周德仁收养的一个小乞丐,周德仁对自己这个小儿子很是满意,本打算再过两年自己老后,就把家里面的生意交给他来打理, 很可惜的是,在去年小儿子外出时莫名去世了,留下媳妇和两岁的儿子,小儿子走了,周德仁没办法,只能赶紧将有首好险的大儿子叫到身边,让他跟在一旁学着打理生意,盼着他能有所转变,结果大儿子跟在身边几年,心却一直在花天酒地上面, 在他眼里,父亲给他挣的钱足够他花了,既然花不完,干嘛还要费心思再去挣,转眼,周德仁年事已高,他感觉自己怕是撑不了多久了,生老病死无可避免,周德仁现在唯一担心的,就是那儿媳和孙子了,有自己在,还可以抱他们衣食无忧,一旦自己走了,怕是要受老大欺负, 过了几天,周德仁把一家子都叫到了床边,交代后事,周德仁说,老大,家有金山银山,若只出不进,总会有班完的那一天,你继承家业,要好好打理,不懂得多向前辈请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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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